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已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Hello 大公文会的读社你们好 我是珍小妹 欢迎来到珍小妹的家 是珠海的家 我今次搬到第四次屋 在帝湾区 以前两次就是深圳住 在深圳住的感觉 比香港便宜 但也不便宜 其实它的楼价也挺高 尤其是你住近市中心 三房一厅 起码是六千多七千元 为什么会决定搬来珠海 原因是因为我姐姐是珠海 她在澳门上班後 在珠海住 她跟我说 珠海这里屋租便宜 又方便 又有很多食物 例如说这间屋 我觉得怎样 三房一厅也挺大 二千五元左右 租金 OK 我都问过买的价钱 就是可能 一百三十万左右 人仔 回到港币 一百六十左右 你说一百六十 住在机场附近 很划算 在香港便未必做到 如果要说大湾区住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 是有一个大阳台 香港是做不到 我没有那么有钱 买到香港有阳台的楼 都租不起 这里是基本上 每一家每一户 基本上都有两个阳台 两个 你没办法想像 可以在家自己晒立场 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 可以种下花 比较捨异一点的生活 大家都看过我片 原来我在香港租屋的时候 是租过劏房 八千元 一房一厅 大家都明白那种感觉 哪是居家 那个地方 顶多是让你放工回家 摊一摊 第二天又上班 来了内地发展 或者来了内地之后 就觉得 我可以买得起一层楼 或者可以租得起 三房一厅的一个单位 和在香港做女儿 我是居家的公屋 那时只有一间房 很小很逼劫 所有东西都要公用的时候 到现在搬出来住了 住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就会觉得 真的有家的感觉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一手一脚去办 在大湾区租楼 你觉得终于可以活成一个正常人 在香港好像每一次租屋 我们收入已经是水平以上 但也住不起一些比较正常的楼 这就是我觉得在大湾区 住屋也好 买楼也好 均匀 这就是我觉得在大湾区